近来民众酒后失控暴力伤人甚至袭警的行为频传 而民众人心惶惶 越以警分局为此特别在镇内的KTV场所进行相关的防治演练 强化同仁执勤能力 做最妥善的处置 同学也能保护自身的生命安全 深夜十点多玉里镇上这一家知名KTV发生 酒客失控持棍棒商人 还拿刀蟹恐吓管理员情况危急 获报到场的远警强力执法 隔离双方人马并请求快速打击警力支援 不一会儿的功夫 警方以优势警力控制住全场 这里是一缕警分局防止群众暴力伤害演练的现场 近来民众酒后失控 衍生暴力伤害行为 甚至袭警事件 持有所闻引发地方人心惶惶 玉里镜分局对此特别展开相关防治演练 强化远警同仁 执行能力 在身处危险暴力恐吓威胁时 在保护自身及民众生命安全之下 即刻做最妥适的反应及处置 自乱与触动 迷惑于无形 分局长温基辛也再一次重申强调 迅速打击制暴 遇到接头暴力 丝毫不让 透过这次无预警演练 宣誓验证执法 打击犯罪 除保安良的决心 记者是玉兰玉里镜采访报导